Hello大家好,我是波子 我在1月份的时候出过一期松下S5的新手入门教学 有很多射手朋友都说教程做得很好 很多人说想看S5的进阶教程 所以今天我就继续分享一些S5的进阶使用技巧 以及我常用的一些配件 这期视频真的很长啊 所以我就分成了上下两集 建议大家收藏后再耐心观看 我把目录也打到了屏幕上,方便大家查阅 第一个问题就是非常多人问到的手动对焦的问题 其实在经过我上期视频介绍的方法设置好对焦参数之后 我在90%的场景下都会使用S5的自动对焦 但是在一些比较复杂的场景下 比如说要透过玻璃对焦到里面的人物 又比如说在婚礼很多人的场景下 要一直保持对焦到新郎新娘的脸上 那可能就需要用到手动对焦了 有时候我们用像斯瑞变形宽萤幕这样的电影头来拍视频的话 也是必须用手动对焦的 对于严肃的视频创作来说 手动对焦其实也是用的比较多的 用张恒老师的话来说 就是手动对焦你可以不用 但你迟早要学 那以我手上这颗松下50毫米F1.8原厂镜头为例 练习手动对焦 你首先需要在设置中找到对焦环控制这个选项 把它改成线性控制 这样你就可以像那些手动头的机械对焦环一样通过转动的角度来控制焦点的距离 否则你使用非线性的对焦环控制的话会非常的不跟手 然后你还可以在set设置中设置原厂镜头的对焦形成 对焦形成越大 手动对焦越细腻越精准 我的习惯是设置成270度 然后手动下给手动对焦提供了很多的辅助功能 你首先需要开启的辅助就是峰值显示 在视频中找到focus 然后点击对焦峰值 然后进入set设置页面 我建议大家把峰值灵敏度设置为加2 显示颜色为红色 然后返回之前的页面把对焦峰值设为on就可以了 然后在设置中找到nf辅助这个页面 把里面的选项全部都设置成和我一样 把这些辅助全都打开 那设置完成之后 接下来我们进入正式的手动对焦练习 我们先来讲拍照时候的手动对焦 我们现在半爱快门回到拍照的界面下 切到nf手动对焦 然后拧动对焦环 局部的画面就会自动放大 然后继续拧动对焦环 你就会发现在对焦上的物体的边缘 会有一圈红色的点点 这些红色的点点就是对焦峰值了 它就表示现在相机的胶平面 就在这个物体的身上 这时候我们按下快门拍摄一张照片 那这就是一张手动对焦 对焦到这个手办上的照片了 我们在手动对焦的时候 也可以通过双击屏幕的方式 来局部放大其他的区域 比如说我要对焦后面的这个手办 那就双击它 然后继续拧动对焦环 当它逐渐变清晰 身上有一圈红色的峰值的时候 按下快门 那我们又完成了一张照片的对焦 所以说手动对焦其实也并不是很难 但如果你是拍摄视频的话 那难度就会有一定的提升了 我们切换到视频录制档位 开启录像之后 你就会发现松下S5 在开录像之后 是没办法局部放大来检查 是否合焦的 这跟松下GH6和SEH很不一样 所以我们需要练习的是 不依赖放大只观察峰值的视频手动对焦 练习的方法和前面一样 我们可以从简单到复杂 先练习固定机位 从远处的物体对焦到近处的物体 刚开始练习的时候 建议先放慢拧动对焦环的速度 先对焦到远处的物体 然后再对到近处的物体 然后继续循环练习对焦 熟练了这个手感之后 就可以试试加快拧动的速度了 再到后面 你就可以尝试手持跟焦拍摄移动的物体了 那有的小伙伴可能就会问 在移动的时候手持对焦怎么保证焦点一直在被射主体的身上呢 其实很简单 你只需要保证你和被射主体的距离不变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保证相机的传感器到焦平面的距离不变 在我的上期视频里面就有几个走路跟拍的镜头 其实就是这么拍摄的 那在手动对焦拍摄视频的时候 我们一般都不会把光圈开到特别大 一般最大也就开到F2.5F2.8这样子 光圈开的太大的话 一会增加你手动对焦的难度 二会让环境过于的虚化 反而会影响到我们视频的叙事 那在早期练习手动对焦的时候 大家可以按照我上面的方法去练习 如果后续你需要更舒服的手动跟焦的话 你可以考虑上跟焦器和监视器 这个在我们下半集的视频里面会谈到 顺便再跟大家讲个小技巧 如果你在手动对焦的情况下 使用的是可以自动对焦的镜头 那你其实可以在NF的时候 按一下AFON这个按键 这时候相机会激活单次自动对焦 松手之后又会恢复手动对焦 这样你就可以快速的找到 你的手动对焦的初始点 这个功能非常的好用 那喜欢播歌和播歌视频的朋友 可以点一下关注 点个赞点个收藏 这对我非常的重要 我们接下来讲一下松下Vlog的正确曝光方法 我在之前的视频中讲过松下的Vlog 是不需要向右曝光的 只需要根据相机曝光尺正常的曝光就可以了 但是有时候正常曝光的话 Vlog拍摄的暗部会有比较明显的噪点 后来经过我的多次的对比试验 和多位阿祖朋友的讨论 我们觉得其实松下Vlog吃满波形图来曝光会更加好 大家可以先对比一下我用Vlog正常曝光和吃满波形图曝光的画面 吃满波形图来曝光的话可以让画面中的暗部更加纯净 噪点更少 那什么叫做吃满波形图的曝光方式呢 其实通俗来讲就是索尼用户常说的Vlog向右曝光 只不过在松下的相机上我们有更方便直观的观察画面曝光的工具 那就是波形图 而且目前波形图只在松下的V单上独有 波形图表示的是画面从左到右的亮度值 那怎么理解呢 很简单 比如说现在画面中左边有一个很亮的物体 那波形图左边的像素就会很高 当它移动到画面的右边 那波形图右边的像素就会变得很高 一般在曝光的时候 我们会让波形图处在0到100之间 高于100的话相当于画面已经过曝了 低于0的话相当于画面已经死黑了 通常我们在制作视频的时候 会把画面中比较重要的物体的亮度控制在20到60之间 比如说人物的肤色亮度 OK 那更多更详细的波形图的介绍 大家有空的话可以看一下这一期视频 或者找找知骏老师或者是Eason老师的视频 都讲得非常清楚 那使用吃满波形图的曝光方式 你需要先把波形图调出来 在设置中找到这个选项 然后选择Wave波形图 那波形图就弄出来了 松下的波形图从下网上有三条实线 最底下的是亮度0 中间的那条代表亮度50 最顶上的那条代表亮度100 同时我们还可以开启斑马纹来辅助曝光 在设置中把斑马纹1和斑马纹2分别设置为90%和60% 然后打开斑马纹1就可以了 OK 那我们现在以这个场景为例来演示一下Vlog的正常曝光和吃满波形图曝光的这两种方式 首先如果你是Vlog的正常曝光的话 那快门光圈iso调成这样子之后 曝光尺显示为0 那就是正常曝光了 这个没什么问题 好我们接下来讲吃满波形图的曝光方式 所谓吃满波形图就是要在保证画面不过曝的情况下 让波形图尽可能的往上 这样能够让画面中的暗部也能够得到充分的曝光 然后后期一起调色的时候 再通过降低曝光的方式来还原画面 因为松下的Vlog有14档的动态范围 对高光的保护非常的好 所以我们拍Vlog前期可以尽量往上吃波形图 我个人建议吃到90%亮度这样子就可以了 也就是当你在画面中看到波形图超过90 或者是看到斑马纹出现的时候 就可以往回降一点点曝光 不管你是降低iso或者是使用可变nd滤镜 只要往回降一点点就可以了 那现在这样的曝光参数 就是向上吃满到90亮度的曝光了 在后期的时候 我们只需要在套还原LUT的这个效果前面 再加一个色轮 然后降低画面的整体曝光就可以了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这个场景下的两种曝光方式的暗部噪点 吃满波形图的曝光方法有更高的信噪比噪点更少 那以上就是吃满波形图的曝光方式了 至于吃满到90%还是80% 这个你们可以自己去试一下 这两个值我自己都试过 我感觉都可以 初歌在他的视频里一般是最高值到80 你们也可以去参考一下初歌的这期视频 做得非常的好啊 那松下S5的进阶教程的上半集就先暂时讲到这里了 在下半集中我会跟大家分享 让拍摄到的画面更具有电影感的几个方法 以及我常用的一些配件 做这些视频真的很不容易啊 请记得一定要点赞在家关注 我是波子 我们下半集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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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